呃 长了三秒点赞会有惊喜哦 可以试一下吗 叮咚 这个 一半 你们看一下我在淘宝买了一个坑货 就有一件 就在那一家 我不想买一家了 反正我肯定要给他差拼了 那大家在淘宝上买衣服还是要小心一点的 到底是买女装 最近 这一件 这次购物我真的非常的难受 我买了两件 因为在他家买了两件 有史以来买了最差的一件衣服 两件衣服 那第一个是这个透明狼 我还发给你们说我要买这个 不知道在B站上面能不能穿 结果大家跟我讲能穿 我就买了 本来穿上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买了 结果到最后不是说在B站上面能不能穿的问题 是我根本不能穿的问题 因为我平时我买的这些女装什么的 我都买军马 是可以的 军马没有什么问题 那这个他写的也是军马 但是我就想问问他们的军马 这家的军马 他是幼儿园小班的军马吗 他 我虽然不想说哪家店啊 但是我真的想问问你 你真的是给幼儿园小班准备的表演服吗 特别的小你知道吗 小到简直小到爆了 虽然我最近长胖了 虽然我怎么样 但我其他买的一部整日军马都好得很啊 这一件超级小 不紧张 而且他这个吊带跟那个圆形插的实在是太大了 你知道吗 然后 就是 这是一件 然后还有这一件 这一件是更坑你知道吗 这一件 这一件也是坑的要死你知道吗 他的那个 嗯 他这上面是有一个领结的 嗯 然后那个领结呢 领结 我都可以到 白表用了 你知道吗 到 本来人家 落在脖子上这样一个小结 但是他给的那个 我都扔了 他那个领结都到这了 就总是大家 往个女装的时候也要小心一点 嗯 因为这两个都是 可能是一家主要是卖靠子 他家特别的便宜你知道吗 因为我反正也不是准备出靠子 我就是日常穿嘛 所以我就买了两件 哎 这个事情就告诉我一个结果 就是不要太小便宜 真的 今天就讲这么多吧 啊 又水了一个视频 是不是 嗯 也不是水吧 我后来也是分享了自己的一个经历嘛 嗯 那就这样吧 拜拜 那这个痛你狼谁要 就是大概我估计你的一米六级差不多可以穿 嗯 一米六级都不行 你还要很瘦很瘦 因为他真的特别的小你知道吗 有人想穿的话你可以私信给我 但是 嗯 我不能给你包邮 那 嗯 就这样吧 有人想穿的话你可以在屏幕留言 嗯 但是我不能给你包邮